每次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傅彥堂 我是劉怡亨 你不用出门 我们带你看遍中部最多的不动产房地产房子土地 让你有最多的选择 最多的比较 让你买了不会买错 不会买后悔 所以看影片之前记得订阅一下我们的影片 开个小铃铛 按个赞支持一下 这样我们有新的物件上天 你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讯息 好 那为什么呢 我们拍片呢 我们还是一样就是一镜到底 没有美化 而且也没有广角 所以呢 你看到的都是呈现的 都是比较实境的 所见即所得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 这是合作国小 我们在的位置是台中市枫园区 接近磚子 接近磚子 对 那边前面那个红绿灯 红灯那边是枫园大道 对 然后 这边走到底 走到底的话是一间全链 成功路跟西式路交叉路口的全链 对 那我们从这个巷子进来 这条是合作街 枫园的合作街 当然我们这个要介绍的这个物件 不是在正合作街上 是在合作街的巷子里面 它是一间电梯滑下 电梯大楼 电梯大楼 那我们走一 这一段是 向你了解一下 这里的那个 作造环境 那 这边是属于 比较靠近磚子 但是它也靠近 峰原的成功商圈 对 因为我们这个合作街啊 走到底之后 是会遇到那个 峰原的中山路 那 再过去一点就是那个 峰南国中 对 这边是峰南国中的学区 还有刚刚那个合作国小的学区 然后 附近有一个 八方夜市 八方夜市旁边是 那个峰原的丰富计划区 那以后那边会有盖一个国民运动中心 所以以后这边离国民运动中心会蛮近的 对啊 没有错 其实基本上这个 这里的生活经能也是不错 而且它的价位蛮迷人的 只要898万 现在低于900万以下 有全新整理 屋况很好的 有车位的 尤其是这个修理车位 那种低总价的滑下 非常的少 你只要准备偷七款 对 只要898万 我觉得这一间应该很快就会卖掉 或许不是我卖掉的 但是希望你们会来找我 当然这边如果你们要找透天的话我们也有 对啊 这边有一间透天要卖 但是不知道卖掉了 因为有一阵子 那时候卖1580 只是它是属于 它当然是前面有点小小的骑油 这前面不太能停车 它其实后面地下室有一个车位 它是属于社区型的 它后面是一个社区 中庭花园的社区 所以它的车子是停在地下室 1580 而且它的格局 我有去进去看过 没有说很OK 因为它这个格局有点怪 所以卖了很久 诶 那这个是住二的吗 我不知道 有什么东西 要看一下 因为这边都是店家 对啊 做生意用的 住二住三都有可能 住二住三住四 要看一下资料 那这边前面出去是中山路 现在要左转到巷子里面 这是一条火路 火路火象 对 看起来像是尾象 其实它是火路火象 对 只是弯来弯去的 我们这一栋有天然瓦斯 有啊 电梯大楼一般都有 很少没有的 除非是那种旧公寓 就比较少会有 那两侧都是透天 那如果这边透天有在卖 一般也都是一千五上下 看屋况 对啊 对啊 你不要看这个中谷屋 这边的地端 的房子也不便宜 那你就吃中心了 当房区 我们现在要带你们来看的这个社区呢 它是一个小社区 管理员呢 它不是24小时的 对 然后 因为它腹部不多 对 没办法有24小时的警卫 它星期日都休息 所以你们要看的话 要提早跟我们说 我们才有办法提早安排 我们从这边进去 合作的新方林 然后这是它的车道 我们从下面走这边走看看 它算是写限高1米7 那实际是多高 我看一下 其实不止1米7 这个 我们修旅车要停是没问题 大概 我们修旅车 它的高度 最高可以到175公分 我们是21号 这里面了 这是最后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最后的位置 所以这个车子要怎么停呢 要到车 要开到那边然后再到车路库 对 是不是 就要讨厌 讨厌一点 所以它车位算 做真的没有做非常好 但是它的高度是175公升 175 我们刚刚有试过 最高175 176左右 看旁边的也有修旅车 对它旁边也是有修旅车 对 好 那我们去 建筑去P上去 好啊 我们这一栋总共有六层楼 然后这边有好几 有几栋户数嘛 所以户数不多 我们先去一楼 看一下大厅 住户视角 就是先开车进来 停好车之后 坐进电梯 然后我们去大楼一楼 好 中庭看看 这边呢 是电梯直打的车位 那这个 8个人 550公升 算是中型 中型的电梯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这是它的楼梯 楼梯 然后从这边出来 好 之后左转 这是它的中庭 对 从中庭出去 右边是它的垃圾处理场 就是垃圾分类 但是扁 右手扁 走到了右手扁 那么左边这边是它的首位室 首位室在 这里 就是刚刚我们 如果是从 我们 就是从这边进来大门的话 对 就可以直接 左转进电梯 那我们再走进去一次 这是我们要看的房子的位置 最后面脚尖 边尖 等一下 有住户要出来 还是去地下室吧 那这里它是属于三楼 多灯的采光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基本上是没有视野可言的 但是三楼算的是 如果 通年如果停电了 三楼 还可以爬楼梯 比较没那么累 对啊 然后它也不是在二楼 走 你们进来 二楼就 二楼的话就 比较 比较 有人会顾忌 所以三楼就还OK 也不是四楼 四楼 或者是顶楼 最差的楼层就是二楼 一楼 二楼 四楼 跟顶楼 好来看一下这个门 左反对不对 对 这边一层楼总共有两楼 只有一批两楼 一批两楼 很单纯 或是一批 然后这边入门一个玄关 好 那这里基本上 它这个管理费 我刚才看一下 是1960 一个月 不可能吧 1960 不贵 我看它坪数很多啊 总建坪35.4 好 我们先看一下 那它这边 客厅大概有多大 客厅很方正 而且它没有 它没有空间的浪费 所以我觉得还蛮OK 那这个入门玄关 入门一个玄关 只是说它这个 虽然是落地窗 但是它没有视野 这边就是一个狭隘的空间 可以看到那个宫廷 然后呢 它这里放了一个架子 为什么它放架子 因为大门打开 就可以看到这个厨房 那当然有 找人家会有机会 对啊 它这边摆了一个架子 但它不要直接对到厨房 那这个厨房全新打造 全新整理 看到都是新的 新的 这里是那个工作阳台 工作阳台 它的热水器 热水器是旧的 看你还不要换 它这个当然是天然瓦斯 然后这边 这边这里放洗衣机 对 上面这边可以 塞衣服的架子 然后这边可以放冷气主机 OK 由总归总绝 三马两天两位 两个阳台 非常的标准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房间 这是房间最小的房间 这是最小的房间 但是其实它还是放得下双人床 它的这个宽度 是放得下双人床 但是放下双人床 之后一层 就没有位置摆衣柜 衣柜可能就没办法放太大 或者是书座 所以就比较适合单人 那这个稍微大一点一点 那这个会有一个斜角 是因为我们是边间 边间它会切斜角 那应该它窗户还算明亮 那你旁边这边是工位 这个是工位 全新打造 十段都重贴 装潢重做 都是全新的 还蛮大间的 但是这个就不适合做干尸分离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主播室 大间的主播室 因为它是边间 所以它也有切斜 很大间 非常大间 大概五六平 对 然后它的主播室的厕所 也是重新打造 只是没有干尾的工位 那么大间 但是一样可以洗澡的 然后抽空机 全新打造 磁栓 天花板 那 它的窗户都没有换 窗户 门窗是都没有换 对都没有换 它的落地窗也是没有换的 都还堪用 而且这边也没有说很吵杂 因为很安静的巷子 所以它不需要用清密窗 很安静的巷子 不需要清密窗 OK 它的客厅真的还蛮大的 所以 中规中级三房 正三房两天两位浴 然后一个车位 免征礼 两个阳卡 而且它有很少见的这种 入门封关 对 優点比较多 缺点比较少 对啊 就看你喜不喜欢哪里 低总价 我觉得很可以了 如果你有在比较 当然你不要拿十年前的价格 来跟我比较 那已经是比不过十年前 好啰 是以现在来比 可以了 可以了 但是很多客人都拿十年前来跟我比 我觉得 那十年前为什么不买呢 对 他们等了十年 结果比较多贵 十年前一定要半价 你看十年前的阳春面一碗是多少 三十五 十年后四十碗 好了啦 不要再玩了啦 就这样子 那希望你会喜欢我们的频道 但是鸡排是长十倍 以前四十 现在八十九十一百 对为什么鸡排这么怪 鸡排长最多 鸡排 鸡蛋也长了快一倍了 好吧 那是最近长的 好吧 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子了 那我 如果有机房赶快跟我们联络 希望是在我们手上卖掉 虽然我觉得机会不是很大 最近的 你 好好好 正面思考 真的 好啦不要理他 那就是这样子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的频道 对那 我们有拍摄很多影片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下台的这一间 请你们一定要多加比较 搜寻一下我频道里面的物件 对 有你喜欢的 是 那没有喜欢的没关系 记得一定要订阅 开启小铃铛按个赞 好这样以后 谢谢你们 捧场 谢谢 辛苦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一定要 一定要 把我的影片 都看透 你就可以了解一下 市场上的行情 对啊 如果说我们要违言耸平 因为我们遇到的 真的是涨价的趋势 如果你还在等 跌 因为我觉得那个阳光好漂亮 真的吗 很漂亮 阳光 在哪里 哪里 阳光要洒进来 有耶 有洒进来 对啊 哈哈哈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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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喜欢我们 对 请记得 那如果 还有 一定要 帮我们转发分享 如果你有拼拼好 有在找房子的 一定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一定有成交 一定会有大方法 是 要顺利的成交 对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 辛苦你们了 拜拜